走快走快走快一点 大家我是老蒋 新的一年又开始了 首先祝大家新年快乐 前途四景 新的一年我们首先做的事情还是要切木头 我们切完这个木头以后 过两天就要开始去买材料了 刚好在之前有很多朋友对这方面也比较好奇 我们就带大家去看一下 我们这种大型的木头是从哪里买过来的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木头 这是这个木头直径大概是一米九的样子 然后它这个里面有一个非常大的空洞 其实风险还是挺大的 其他的话看树皮来看应该花梦还可以 等一下我们把它去断再看一下 看一下这个洞会不会进去 如果没进去的话 那应该是运气还是不错的 那现在我们把它断开看一下 看今年的运气怎么样 正常情况下 像这种口径的木头 大概需要一个小时才能去断 但师傅说这是今年第一次开料 所以必须纱布擦屁股给大家露一手 争取58分钟就把它锯断 大家觉得如果让你来锯的话需要多长时间 本来刚刚还在抱最好的希望 祈祷这个洞不要通进去 但是这一股股的浓烟 反手就给了我两个耳光 现在只能做最坏的打算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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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师傅的状态不是很好 一切木头切出了三个口子 估计还曾经在过年的纸醉金迷中无法自拔 本来还想跟他说道说道 但是听师傅跟人打电话说今晚想吃鱼的 吓得我赶紧竖起了大拇指 年年称赞 琴一刀果然饱到未老 像这种带空洞的树 大家觉得做什么最合适 我现在能想到的就是 如果给他做一个大烟嘴的话 应该还不错 这有可能的 这有可能的 有2米了 切个桌子 经过一番研究以后 决定从上面取两块板以后 底下做一个桌子 这两块板是很稳的 就是看底下这个桌子的面板能不能稳呢 好 现在第一块盖子已经切开了 我们把它擦开看一下花纹怎么样 腿刀用时翻很短 个子不高湿硬伤 跌了半天脚什么也没看到 10公分够了吗 薄了 薄了 这盘切几公分 切12公分 切12公分 切12公分去了 12公分可以游了 看怎么下去 现在两块板已经切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桌子的面板怎么样 好 现在这个桌子的面板 已经开出来了 没有什么惊喜 也没有惊吓 勉勉强强还过得去吧 最后大家再帮忙想一下 这个桌子做出来该卖给谁 好了 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里了 下次再带大家一起去看一下 我们这种大型的木头 到底是从哪里买回来的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